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蒙发了一些爱情的火花 这个爱情的火花也多少带有一点摩羯座的能量 比如说你对对方有没有帮助 对方对你有没有妨碍 这些都是很务实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行情的人 那你的强项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本周有非常多核项要处理 礼拜三的时候呢 第一个核项就是水星和土星了 水星和土星呢 不管核在哪里 很明显的 我们一定会进入了一个比较容易悲观 事情比较往坏的方向去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自我保护啊 所以我们可能比较有危机意识 对很多事情呢 做好最坏打算 当然对社会的影响就是 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敢乐观看待 也比较容易呢 更谨慎一点 更谨慎的处理我们人生中的大小事 所以我才会说 同时我们也要审舵自己 是不是一个让人有安全感的人 接下来就是3月4号礼拜四 火星和冥王 以及3月4号礼拜五 金星和冥王了 他们两个呢 这个相合也会带动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事情真的进入了下一个片段 下一个篇章 那当然我希望大家不是 用冲动的方式来走进下一个篇章 比如说也许有些人在 悲观到几点 挫折到几点的时候呢 很可能就会有 往极端的方向去走的路线 所以冥王星就是极端 所以在礼拜四礼拜五 这两段期间呢 所谓的感情纠纷啦 或者是人生 有一些人想要走极端路线的 请你多当心 那我们周遭的人 如果你发现 对方是有这种极端倾向 我们要离他们远一点哦 自保比较重要 那再来就是礼拜六 三月五号 太阳和木星了 这个太阳和木星呢 当然是对我们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影响啦 因为有一些人 对人生还是抱着期待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 有悲观主力者 但是也有人非常乐观 或者是用眺望远方的方式 觉得人生还是充满希望 所以我们要用乐观的方式 来引导悲观的人 用看未来的方向 而不要只看眼前哦 那当然这一周木星 依然跑得很快 它会从13度 3月7分 跑到15度 18分 所以星盘当中 13度到16度 有新的人 你将会是本周 受木星影响的人哦 木星当然会加持给你 比较乐观 或者是开放 或者是 丧大效果 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放大了 你可以感受一下它带来的影响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 以工作上来说 金牛 狮子 摩羯 跟水瓶 是有感应的 金牛星座的朋友工作方面呢 比较个形其事 比如说别人跟你之间 如果没有经过协调的话 还蛮容易各做各的 其实最后就会打架了 那所以这个四千协调很重要 另一个呢 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以工作上来说呢 你是有贵人运的 这些贵人很可能是 大老级的人物哦 所以他的经验啦 他的一些 过去的credit啦 其实有机会传授给你哦 好好地求教吧 另外一个呢 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跟海外有关的事情 急不得哦 有时候越急 假紧就会弄破碗 这个时候反而 我们要稍微有耐心一点 等待时机的降临哦 另一个呢 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最近工作上 有很多机会来临 这些机会 看起来都很大 但是你一定要平常心哦 因为 黄调的几率也蛮高的 也许 有些东西就是还不到时候 所以也是属于 要有耐心 用长远来播化的 这个角度来看待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呢 是母羊 巨蟹 处女跟天平了 我发现有几个星座 一直在感情运当中哦 以母羊星座的人来说呢 最近在 这个感情机运是有的哦 比如说 有动心的对象 有很想要谈恋爱的心情 所以如果有机会 我觉得是可以冲冲看的哦 但是哦 你一定要带着尊重他人的心 来做这件事 否则还蛮容易鲨鱼而归 另一个呢 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感情有一点遇到瓶颈哦 你的不安全感 可能有点犯了 那当然前提就是 你不太相信 他的某一个部分的性格表现哦 所以会让你有点迟疑 这个部分也要 给追求巨蟹的同学知道一下哦 那另一个呢 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最近你的桃花运还蛮旺的 而且可能偏烂桃花 因为你是不是又犯了那个 比如说 喜欢救助弱小啦 然后滥用同情心啦 的这种角度出发哦 那越是有问题的人 你反而对他越好 这个逻辑就是不太对 所以改变你的逻辑 才能够换到新的对象哦 另一个呢 是天平座了 天平座的朋友 感情倒是挺甜蜜的哦 最近有突飞猛进啦 两个人 契合度越来越高 你也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所以天平座的朋友 感情生活还蛮顺遂的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射手跟双鱼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 在理财方面呢 最近我觉得 以打这个安全牌为主哦 所以除蓄的啦 或者是比较 注重保险性质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可以参考哦 不要太冒险 另外一个呢 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你的财运呢 是来自于 跟年轻挂钩的所有事情 比如说新的投资品项啦 或者是也许 贵人反而是年轻的 人或年轻族群 或年轻的市场等等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靠拢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要注意的是双子跟天蝎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健康方面呢 你有任意妄为之后的后遗症 比如说类似熬夜熬得太过啦 所以导致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呢 你可能 什么东西吃过多了 或只吃什么 所导致的问题 这个就是太偏食了 或者太偏食了 导致的 平衡一点就好了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身体无大碍 但是小毛病不断 这里不对 那里不顺 所以其实也是属于 你的习惯要调整了 不调整的话 接下来就会严重化 那当然就不太好啦 这可以帮我看下来的 下来就会玩的 那一会就会玩的 第二十个点 我们下来就会玩的